找到抽屉的板子 四块带草口的和一块很薄的板子 找到抽屉面板 抽屉面板拧上偏心螺杆 找到抽屉侧板 偏心孔对准螺杆插入 放入偏心螺栓 顺时针旋转锁住板子 找到另一块抽屉侧板 偏心孔对准螺杆插入 放入偏心螺栓 顺时针旋转锁住板子 找到抽屉底板 对准卡槽插入 找到抽屉后挡板 卡槽对准底板放上 3.5厘米自宫螺丝 固定抽屉后挡板 同理固定另一个抽屉 找到大屉板 板上飞穿透孔拧上偏心螺杆 偏心螺杆一面朝前 找到上竖板 偏心孔靠后且朝左侧 底部3.5厘米自宫螺丝固定 大层板部分安装完成 找到柜底板 注意圈出的孔靠左上方 铁片一面朝前 找到柜左侧板 穿透孔靠下方 偏心孔朝右侧 3.5厘米自宫螺丝固定 找到柜右侧板 圈出的孔靠上方 并朝左侧 3.5厘米自宫螺丝固定 找到柜中处板 圈出的孔靠下方 偏心孔靠后且朝左 3.5厘米自宫螺丝固定 找到柜中处板 圈出的孔靠上方 并朝右侧 与柜右侧板孔 与柜右侧板孔 两两相对 3.5厘米自宫螺丝固定 找到下竖板 偏心孔靠后并朝左侧 3.5厘米自宫螺丝固定 找到小层板 对准柜中处板和柜右侧板 中间一排孔 3.5厘米自宫螺丝固定 找到一开始装好的大层板部分 螺杆对准下竖板偏心孔插入 两边3.5厘米自宫螺丝固定 下竖板偏心孔内放入偏心螺栓 顺时针旋转锁住板子 整体摆正 找到后背板 3.5厘米自宫螺丝固定 找到柜盖板 穿出的孔无需拧入螺杆 其余非穿透孔均拧上偏心螺杆 手指的孔朝下并靠左前方 板上螺杆对准下方偏心孔插入 偏心孔内放入偏心螺栓 顺时针旋转锁住板子 放入偏心孔秇感 整体翻个身,底部朝上 五个铁片中间拧入柜角 光新提示 按照视频中拧入五个柜角 这样沉重性更强 如果清蒙家中式挂皮式电视机 可以选择性安装中间那只柜角 小心地再次将整体摆正 找到柜蒙板 柜蒙板上方孔位安上金属销 柜底板左前方孔位安上蒙转轴 注意蒙转轴方向与侧板有一纸间隔 柜蒙板上方金属销对准柜盖板左前方孔位插入 下方将蒙板卡入蒙转轴 蒙转轴对应蒙板针眼处 用最小翅膏螺丝固定 关上蒙板 慢慢推入两个抽屉 右中束板和柜右侧板非穿透孔均安上金属销 防止抽屉抽拉时掉落 安装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